大家好 我們是佳華三朵花 大家好 我們感謝佳華三朵花 問我這麼一個困難的問題 的確 我們知道一個進步的神勢 其實交通安全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我們的局長做了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那就是代表我們的嘉義市政府去參加政府服務獎 其實為什麼防治交通事故 從處理交通事故開始 因為發生的交通事故 就是代表這個地方有不安全的因素 把這些數據做一個統計 做一個分析以後 能夠了解到哪一個點 它是一個不安全的一個入口 哪一個點它是造勢的主因 我們獲得的這些資料 化成這個所謂大數據 從大數據來做分析以後 可以分別從我們的工程 教育以及我們的執法來著手 讓我們的嘉義市變成一個 是一個安全的城市 當然一個安全的城市 就是一個進步城市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指標 有一個很可愛的動物 紅到日本 回來了嗎 一隻北極熊 北極熊 因為我比較在意一些地球暖化的東西 所以對於環保跟暖化議題 我是比較在意 北門義那個城市森林 所有動物就這樣子睡著了 它就以沉睡的形象在裡面出現 我是覺得這三位在你旁邊太吵了 所以你叫他們睡覺 所以你設計的那個理念是什麼 那是你的心設 所以我覺得現代人 現代人其實最需要的是休息 是睡眠 那我那個城市森林 其實就是一個療癒的空間環境 然後我提醒你 就是其實你偶爾還是要放慢一些 因為現在睡不好 你不管是開車走路 或者是突然抓狂殺人什麼 那個一哥一哥 你跟熊平安 是有朋友耶 真的嗎 是 既然力氣有宜的橋樑 這個月是10月份 是一個交通安全月對不對 是 所以呢它叫什麼 路口慢看停 行人停看停 其實家裡是一直在推廣 說請大家善用大眾運動 對沒錯沒錯 像U-Vite 像電動公車 它其實就是一個 希望多一點綠能 綠色運動 沒錯沒錯沒錯 是一個聯名的Q版的游泳卡 路口愛的笑容 都沒你的天 四月正午的陽光 都沒你耀眼 熱愛三富九十五的你 我們永遠會再相會 謝謝 謝謝